大陆这边有个设定 叫做劣迹艺人 就是怕他影响到别人 当我这边在看这个大嘻哈时代的时候 让我很震撼的是 有个叫马克的大哥 他以前是个留学生 然后他依然还可以继续的 在公众在舞台上去表演 也发现了我们之间的交流呢 也会有感受上是不同的 就比如说 我每一次reaction分享了我的看法之后 然后我发现在评论区 其实看法跟我不一样 就比如说阿夫的音乐 我就觉得从这件事 我就发现台湾这边的歌 真的不仅歌很细腻做的 然后观众去听歌 也很会听得出来 情绪中的一些波折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上一期贺龙 其实贺龙我后来又去搜他的视频 他参演的一些综艺我去看 因为我对他不了解 所以贺龙一出来 我没有get到他的幽默感 我就觉得唱的挺一般的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信息差异吧 但还好信息是可以交流的 我想只要信息对等了之后 恐怕我们交流应该是没有任何隔阂的 大部分我能够感受到的音乐的状态 其实也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对吧 那么就通过音乐 咱们继续来交流起来 我们继续来reaction 马克他在冠军舞台上 Let's go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马克 马克梅兹出场很帅 留学生的气质 沙漠 沙漠 如果说这首歌多挂点电 恐怕会好 我怎么感觉真的有点奇怪 其实我最开始听马克 我get不到他的好 当时听是半年前嘛 大嘻哈才出 我现在怎么感觉 有点听进去了 我觉得就是他在帅的东西 还蛮成熟的 偏比较成熟男人内卦 我最开始不喜欢他是因为他的声音 并不是很悦耳 因为他的歌曲旋力占比比较多 旋力一出来 我还是比较喜欢听悦耳的 但现在我发现他旋力的设计还有点耐听 可能是我一直在想 我之前听这首歌说实话真的听不习惯 我甚至觉得太难听了 然后我现在越听越好听 是不是可能我又突然又捡起台湾音乐 可能我现在更融入这种台位了 能够get到他里面的这个趣味性的 这个舞蹈尺度 我太喜欢了 我太喜欢了 这个曲名测试 我太喜欢了 但是我不想听你全 就跟大家都看不下去 有点迷的答案群里没有教育 就让你还算是蛮有效率 让球迷没人教育 听你全都要命 我看你别做乐顾 那错那咋妈不 我看你别小乐顾 这我不可以替打我 你别听你的错 你别听你的错 做当作山 你别听你的错 你别听你的错 还有还有 这些舞蹈 是我没有办法能够看到的 我觉得好快这个台语 你别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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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好 他飞活量还可以的 太好了 我又学会一句台语了 怎么样 这是马克的舞台 和小卡比比起来的话 马克的很台味 也是那种台湾本地味 很浓的音乐 感觉就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这些舞台的舞蹈演员 哇 这是没办法 这个东西不容易看见的 我觉得还是给我很震撼的 这种很欧美 其实这种来展现的话 让我内心感受到的氛围 就更浓厚了 这个现场肯定很好玩 他写的还是蛮成熟男人的角度 描绘的心理活动 恐怕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他在帅什么 就像是现在有很多大陆的说唱 大陆这边听着很好听 但是台湾的朋友 我看了一下评论 基本上都是一些差评 这个事情我作为一个现在两岸交流的这种音乐交流使者 我其实我很享受其中 因为这种信息差造成了我们的审美差异 其实他要消除的话就是交流 信息他不对等的嘛 另外一个我现在就在看 就是我们之间的这种审美 就是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听 我觉得不好听 我觉得好听 你觉得不好听 我其实还能够洞察到一些其他的乐趣点 我真的很感谢大嘻哈 通过了解之后呢 我能够get到了马克的歌在帅什么 我就学会了一种欣赏一个地方的艺术 我就真的觉得很开心 因为这个对我的专业也就很有帮助 我觉得我就像我现在拍这种reaction视频 大家一起听歌其实只是一方面 我觉得如果能够表达出我的观点来 和大家有一些有价值的交流 我觉得这个才是自媒体账号的价值所在 OK 关于马克的舞台 关于我的观点 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 欢迎留言在评论区 记得订阅加关注 下一个要上台的非常惊讶 下一个要上台的是 AQUA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